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人 您没事 我没事 可儿师父怎么样了 他还没醒 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 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 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 只是可儿师父性格那么要强 我知道他醒来后能不能结束这一切 老爷 快跑啊 不要杀我 听说了吗 夏洛特家族被使徒找牙袭击灭族的事情 现在只留下了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 看来你已经知道杀害情人的凶手了 如果你想要复仇 就做我的徒弟吧 你是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阿塞曼斯 是帝国皇家首席魔法师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 老师 是黑暗中的唯一亮光 可这一切 都只是掠夺魔王营造的假象 对不起 父亲 母亲 现在的我 大概是没有办法 为夏洛特家族复仇了 好冷呀 救人不好了 可儿师父体内已经感知不到任何魔力了 什么 并且失去了魔力支撑 他的体质也在迅速衰弱 可恶 我不了解人类魔法体系 没办法阻止衰弱 再这样下去 可儿很可能再也醒不来了 主人 你身上不是还有可儿师父之前借给你的魔力吗 对呀 我可以将这些魔力还给师父 如果因为可儿师父身上已经没有魔力 无法使用刻印 如此一来 只能使用人类古书上记载的传统补魔方法 补魔 纯畜式补魔法 通过嘴巴将身体连接 以唾液为眉间 把自身的魔力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可这就算是为了可儿师父好 这就占了他的便宜了呀 但无认为 可儿师父会更在意自己魔力的恢复 要是脱到可儿师父衰弱成普通人体质 那么诸如再多魔力也无济于事了 是啊 以可儿的骄傲 他会怎么选呢 夏浮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么吴将退后守护 没多少时间了 不管如何 之后的事情我都会负责到底 这是梦吗 这一定是梦吧 又已经不在了 不对 这不是梦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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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 你不要以为 你是我对外宣称的未婚夫 就 就可以这样 虽然我知道你是在帮我 嗯 希尔夫 你在写什么 不在记录详细过程 以确定后续治疗方式 这 这种事情 就不要记录了啦 还有你 刚才的事 最好赶紧忘记 听到了没有 好 所以了 阿塞曼斯和文德怎么样了 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希尔服务着我逃出来的时候 我看见阿塞曼斯 和一个陌生魔法师大打出手 没想到哈斯坦 还有能力与阿塞曼斯抗衡 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好在我看准时机 悄悄带着师父你跑了 不过 直到火山喷发 都没有看到其他人出来 这样呢 还真是造化弄人呢 对了可儿师父 你的魔力恢复得怎么样了 即便有了傻徒弟还回来的魔力 现在的我 也只是终极法师的水平 哟 你带着希尔服 走吧 为什么 一旦其他家族 知道阿塞曼斯和文德的死讯 弗兰姆帝国近些年来 靠着阿塞曼斯和三大家族 互相制衡的局势 将被彻底打破 恐怕接下来 帝国 就要变天了 现在的我只是个终极法师 跟着我只会遇到危险 所以 不 我拒绝 你 你到底听明白了没有 布尔莱特家族的报复很快就会到来 师父已经没办法保护你了 我和希尔服一走了之的话 那你呢 我 所以说 听明白了 才更加不能走啊 我好歹 也是你的徒弟 兼未婚夫 我说了未婚夫的事 不要当真啊 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我也会助可儿师父 一臂之力的 你们 万一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可不管你们 对了可儿师父 烈火麒麟凌中前 将弹托付给了我 这难道不是宝玉吗 文德弄错了 麒麟拼命守护的根本不是宝玉 而是她的孩子 原来是这样 那 主人要给她取名字吗 也是 总不能一直淡呀淡地叫 有了 既然她是从东方大陆来的 又是火属性 还带着麒麟血统 所以 那就叫她 够胜吧 怎么突然冒火了 疼疼疼疼疼 我想她的意思应该是 不喜欢这个名字吧 蓝带铁蛋呢 怎么火变得更大了 还好跑得快 不然 就跟阿塞满似一个下场了 那家伙 惹不起啊 不过 文德的死讯 倒是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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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